这个贡献之外 我们呼吁社会的更多的团体呢 来资助 来帮助 这个刘教授的这个 院士站 为我们人类的预防检测 各种的重大疾病呢 做出大家的力所能及的贡献 不论你出力 不论你出钱 我觉得我们都非常感慨 我们都在为人类的健康 做我们自己的贡献 谢谢大家 好 感谢罗宾先生 那么我们加拿大大健康院 整个的这个发展和建设过程当中呢 有一位重要的幕后推手 也就是我们本次峰会的 秘书长郑平律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郑平律师上台这次 有请 谢谢 强调一下我是中国的律师 中国的律师 但是我呢 今天想讲的 大家已经都讲了 我讲讲情怀了 讲讲情怀 我们跟大家各位都很相识十几年 跟刘先生呢 也相识十几年 跟赛杰博士也相识十几年 跟罗宾先生也是这样 所以也是基于一种感情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科学 科学家这么好 我们的华语科学家这么好 你作为企业家 我觉得我们应该伸出自己的手 发建一个平台 让我们的科学事业做得更好 让整个社会呢 这是我们的初衷 在这个情况下 我和陆先生我们两个都不懂医学 也不懂得要学 但是我们就下决心做了 那么我们帮刘先生 建设了一个全加拿大第一台设备 第一台全基因临床检测设备 这个是美国一台 加拿大一台 那么这样就等于 给刘先生这么多年 新型的测试结果呢 有最好的工具 所以现在我们的业务呢 突飞猛进 尤其老年痴呆症 这个项目呢 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 加拿大道德委员会的批准 做了第二期临床 那么第一期临床非常非常好 第二期临床呢 我们的韩博士也在 都正在做 对 第二期临床跟第一期临床 现在做的几十个呢 基本是吻合的 所以这就叫我们非常有信心 那么我觉得 善杰博士呢 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呢 他对就把您吃来的这个药物呢 植物药也做出来了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检测以后怎么办 要有干预 所以尤其留学人在神经领域方面 也做出了检测的结果 跟上海精神医院做得很好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要解决 检测之后 还没有发生病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所以我就把善杰博士 用了一年的时间给它动员出来 所以这个才能有发展 才有前途 这就是我们做的事情 谢谢 谢谢大家 有个事情我补充说两句 我觉得是这个给大家带来个福